欢迎回来日水中 基隆黄色小鸭从展出前就纷扰不断 从还没有下水以前 原本基隆的策展人 请人设计了一个旋转平台 可以让人全方位的欣赏黄色小鸭 最后却惹恼了原创作者霍夫曼而作罢 好不容易开始展出 才历经了一个晚上 小鸭就变得脏兮兮 面临了被清洗的命运 而之后 又发生了鸭身爆裂 而早些在前一站桃园 先是电线遮住脸 后来又历经了闭牛翻身 鼓风机跳电 冲庆的时候 小鸭不小心爆裂等等倒霉的状况 不过同样是在台湾展出 高雄的黄色小鸭却是一切顺顺利利 很多人就很好奇了 高雄 桃园 基隆 三地的风水 是不是有些跟小鸭合 有些跟小鸭不合呢 有风水师针对这样的特殊现象 也提出了他们的解释 盼了好久终于来了 这只黄色小鸭抵达基隆 才刚下水 大家一觉醒来 小鸭马上变得灰头土脸 变成了大灰鸭 看起来超下风景 小鸭变脏鸭 不得不帮他做个全身沐浴外加SPA 但没想到问题接二连三发生 又遇到了大麻烦 疑似因为清洗不当 导致小鸭爆裂 在看浴师眼中 基隆火力发电厂 三根排放废弃的大烟囱 可能就是照获元凶 风水上面来讲的话 通常有些房子的话 如果它盖起来 像是一个棺木的感觉 那一栋人 那一栋家里的人 通常疾病不断 同样的道理 我们就是不希望有三根烟囱 三根烟囱就是像在摆 摆就是什么 尤其是鸭子 它就是像生泪 它就是等于是一个 你就是等于是 生泪就是要死嘛 因为你不可能拜活鸭嘛 你一定要死鸭嘛 所以说你就好像是个生理 那当然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说话 三根烟囱置放在小鸭面前 这样的景象 堪于是形容小鸭 简直变成祭祀用的生理 既不讨喜 更显现出不好征兆 离奇的是 小鸭自从游到基隆 就纷争不断 让命理失生性 只要有形体的万物 皆有灵性的假设 现实小鸭就像是一个风向球 似乎也有一股 异于常物的超能力 能够感受到当地 纷纷扰扰的气氛 完美有个和平岛 那是一只像鲸鱼一样 它就是和平鲸鱼一样 它在那个地方镇索 可是基隆的这个板块 其实已经地气变动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开始变成了一种 纷争的一个区域的地气 所以这个和平鸭来到这里 那当然和平鸭代表的 也是一种和平 那其实这里本来就 已经不太和平了 你如果说它的地气 已经造成了一个煞气 震山石也掉了 所以你震不住 所以你才会看到 就是说这个区域 其实是我们要小心 魅力师会这样解释 并非空穴来风 同样是黄色小鸭 在高雄光荣码头展出 大受好评 人潮不断 展出过程 一切顺利 但是当小鸭台湾型的最后一站 来到基隆却是风波不断 风水师试图从基隆 与高雄环境的差异性 找出小鸭始终无法一展身手 游游水中的原因 以那个我们讲风水的角度 其实在那边它那个整个没有 我们讲没有靠 因为讲说起码 鸭子的话应该要有大水 我们讲大海靠 而不是说我们所谓的那个 有一个山来靠这样子 因为你鸭的话 你一定要有水来靠 那因为它的后面来讲 它整个是比较不大 所以说以风水来讲 它当然也不是很好 跟那个我们讲说高雄比起来 高雄它当然它那个地方 它比较宽狂 所以因为一颗鸭子来讲 它一定要有它比较大的空间 它可以去游 可以奥游 它可以很快乐地游 那基隆它就是比较小 就好像围在一个小池塘里面水 当然鸭子不快乐 基隆黄色小鸭紛扰不断 早在前一站的桃园行 命运就很坎坷 桃园小鸭一展出 就因为电线遮廉被民众骂翻 后来又历经地牛翻身 鼓风机连续跳电无法充气 为了重新充气 不小心屁股爆裂 即使高雄小鸭临时支援 又因为东北气风 小轰变成皱皮鸭荷包蛋 到了基隆 历经脏污清洗压身爆裂 还因为设计180度旋转平台 惹恼原创者霍夫曼 更因为小鸭版权问题 原策展团队无预警解约 风水师认为 小鸭有灵性 会反映出当地磁场的好坏 其实不应该有问题的 是出问题 也就是说象征着 这个征兆里面是冲突性的 也就是说台湾可能 未来的一年里面 在人谋不张的这个部分里面 需要小心 桃园小鸭的纷扰 有人归因于 事前没请示神明所导致 桃园县府史无前例 一度找来日本法术高墙的高僧 前往后胡堂做法举办法会 希望求个心安 让小鸭展出顺利 桃园县府听从当地民众建议 还指示县府官员拿香祭拜 巧合的是 果然从此不再有风波 反倒是下一站 黄色小鸭又开始登上新闻版面 是同一个公司制造出来的 三只的鸭子 其实是同一个style 可是放在不同的地方 真的你就完全觉得不一样 像我觉得 我看在高雄的 我就觉得说 在高雄看来觉得它蛮大的 而且好像 好像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摸到它 然后在 因为在桃园的时候 因为它是地方就是很小 然后中间又有也爆破 接下来又有 富富曼跟赐展单位有一些 要纠纷的问题 更有人从阴阳五行的观点 来解释基隆小鸭命运多揣的因素 风水市认为 黄色小鸭的颜色在五行中属木 但桃园县属土 木克土自然容易产生灾祸 才会让小鸭的展出行程 一路崎岖 同时桃园小鸭在10月24日 第一次冲启当天 农民力警告诸事不宜 小鸭果然意外爆裂 小鸭的屁股就巧合落在 煞位北方 五行相生相克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当时它比较适用来形容 就是政权心体的一个状况 至于黄色小鸭 我们要用五的 就是相生相克这样子的说法 来解释它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是有一点 有一点穿藻覆悔 黄色小鸭在台湾 除了高雄展出一路顺利 到了桃园开始状况不断 在基隆更是状况版出 除了以科学角度解释 试图找出原因 还有许多难以理解的不知名变数 因此才有人以风水角度来找答案 但风水是否真的会影响小鸭命运 没人说得准 只能说见仁见智了 黄色小鸭其实就是一颗超级大气球 而休息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有魔术师真的是神乎奇迹 可以把整个人的身体 都塞进一颗气球里头 而且气球完全不会爆裂 我们休息一下带你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